我是一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我从小就很聪明 成绩优异 通过努力考入了一所著名的大学 然而 在大学的第一年 我的家庭遭遇了变故 父亲突然生病 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 我的家庭无法承担这笔费用 陷入了困境 为了帮助家庭 我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 辍学去夜场上班 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但我知道这是唯一能够为家庭分担负担的方式 在夜场工作期间 我遇到了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我从未放弃 我用坚韧和毅力战胜了困难 逐渐成为夜场中的佼佼者 作为一名在夜场工作的女孩 我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这个环境中 你需要学会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人 包括客人 同事 老板等 有时候你会遇到很不错的客人 他们会让你感到受欢迎和尊重 但有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很难缠的客人 他们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和尴尬 除了客人之外 你还需要与同事和老板建立和维护关系 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通常比较复杂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而与老板之间的关系 则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 因为他们是你的上级 有权决定你的薪水和职位 在这个环境中工作 你需要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 每天面对不同的人和事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和困难 但你需要学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并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 最近夜场的生意不太好 客人也比较少 所以我的收入大大降低 但依旧每天要精心打扮 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 这天一晚上都没有客人点我 于是我就下班了 我穿着一条黑色的修身连衣短裙 天空下着小雨 非常冷 我连一件外套都没有 我想起了一句话 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 打扮得漂漂亮亮 可是现在 我却被冷风冻的瑟瑟发抖 虽然心里有些后悔来这里上班 但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毕竟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我满脸不开心的来到了一家咖啡店前 看到一个男人独自坐在窗边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 戴着一副墨镜 看起来非常帅气 我有些心动 但想到自己现在的装扮 又觉得有些自卑 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转过头来看向我 我紧张得不知所措 正想走开 却听见男人喊了一声 等等 我转过身来 看见男人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 他摘下墨镜 微笑着对我说 你真漂亮 我愣住了 没想到男人会这样说 他接着说 你这样的打扮很适合你 不要让外界因素影响你的自信 听完他的话 我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 原来 我并不是那么糟糕 只是需要一份肯定和鼓励 男人向我伸出手来 说 我叫陈杰 很高兴认识你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 感觉他的手心温暖而干燥 我也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我们坐在咖啡店里聊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 雨停了 空气也没有那么冷了 我和陈杰走出咖啡店 站在门口告别 他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 说 你真的很漂亮 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事情影响你 我点点头 感激地望着他 陈杰离开后 我站在原地默默地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个特别的人 他的出现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我们总是忙于奔波和追求物质上的东西 而忽略了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 陈杰的话 让我意识到自信和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 我心情好了起来 回家休息了 这天 一位客人提前与我约定 表示想与我共进晚餐 由于我当时还没有用餐 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客人的邀请 当我来到约定的餐厅时 我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士 优雅地坐在餐桌前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装 显得非常有品味 我们礼貌地寒暄后 便开始享受美食 在晚餐的过程中 我们愉快地交谈着 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经历 这位客人告诉我 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热爱 晚餐结束后 他要来夜场放松一下 正好点我为他服务 这位客人有一头短发 修剪得十分整齐 他的眉毛浓腻 眼睛深邃 眼角微微上扬 给人一种温暖而自信的感觉 他的鼻梁挺直 鼻翼丰满 显得很有力量 他的嘴唇耗实 嘴角微微上扬 给人一种柔和而亲切的感觉 他脱掉西装外套 里面身穿一件黑色的衬衫 衬衫的质地非常好 剪裁得非常合身 显得简约而高雅 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串白色的手链 显得非常干净整洁 他的裤子是深色的 裤型修身 裤脚微微上卷 显得非常利落 他站在舞台上 身姿挺拔 神情自信 他的嗓音非常独特 清亮而富有雌性 他唱歌的时候 声情并茂 手势自然而富有感染力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的歌声中 他的歌喉非常出色 唱歌时声音高低起伏 婉转动听 他能够轻松地掌控音乐节奏和情感表达 让人听了心旷神仪 然后为了活跃气氛 我们准备玩点游戏 由于年龄的差距 很多游戏他都没有玩过 但是我并不介意 相反的 我非常耐心地给他讲解游戏的规则和方法 他也很认真的听 并很快就掌握了游戏的技巧 我们首先玩了一些扑克牌游戏 他一开始有些生疏 但是在我不断的指导下 他逐渐掌握了技巧 并且开始敢于在游戏中发挥他的判断力 他的手气很不错 赢了几局之后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接下来 我们又玩了一些酒桌上的游戏 比如投资游戏和石头剪刀布等等 这些游戏虽然简单 但是却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 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在游戏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非常有耐心和好脾气 对于我教给他的东西 总是能够认真学习并且努力掌握 他的性格也十分开朗和豁达 总是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游戏的输赢 并且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渐渐的我们越玩越开心 酒越喝越多 游戏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热烈 我们的笑声和欢呼声不断在房间里回荡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我们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只专注于眼前的欢乐和彼此的陪伴 在这个夜晚 我们一起享受了游戏的乐趣 也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仅了解到他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经历 也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温柔和真诚 我相信 这个夜晚将会成为我们彼此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夜深了 我们礼貌地告别 我感到很开心能够认识这位有故事的客人 也感谢他给我带来了如此美好的夜晚 我每天上班都能看见各式各样的人 有的人来这里是为了放松心情 有的人则是为了寻找乐趣 有的人面带微笑 有的人则显得有些疲惫 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 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虽然我工作在夜场 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沮丧或者失落 相反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行业 在这里 我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 如何处理不同的情况 如何应对压力 这些技能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不仅帮助我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也帮助我在生活中更加自信和独立 然而夜场也有它的阴暗面 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他们的出现让我不寒而栗 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让这些负面的事情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我要保持坚强和勇敢 继续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夜场是一个充满诱惑和神秘感的地方 对于第一次来的人来说 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和紧张 一个小帅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了我 当时我正在舞室中跳舞 突然感觉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转过头去 看到了一个戴着眼睛的小帅哥 他看起来有些害羞 但又充满了好奇心 他问我这个夜场是否好玩 我微笑着回答了他 并建议他可以试试点一些饮料 欣赏现场的音乐和氛围 他听了我的建议 点了一些饮料 并开始放松下来 他看起来很年轻 我想着 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我主动和他聊了起来 想让他更好地适应这里的气氛 他告诉我 他是一名大学生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玩 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 我了解到 他是一个很有礼貌和温和的男孩 他对我说 他觉得我很漂亮 很有气质 我感到有些尴尬 因为我知道 在夜场工作的女生 往往会被人误解或者轻视 但是我还是保持着微笑 告诉他谢谢他的夸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而且他也对我表现出了真诚的好感 我决定尽我所能地 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我告诉他 我可以带他到舞池里跳舞 也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他认识 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们一起跳舞 喝酒 聊天 我感觉到他很高兴 因为这里的环境 让他感到很自在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帮助别人 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快乐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是深夜了 小帅哥准备离开了 他向我道别 并告诉我 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感谢我 让他体验了这种独特的氛围 我告诉他 我也很开心能认识他 希望他能继续享受生活 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刻 我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夜幕中 心中有些感慨 我知道夜场不是一个 适合所有人的地方 但是对于那些 愿意尝试的人来说 这里也可以成为 他们寻找快乐 和放松自己的地方 我希望小帅哥 可以继续探索 这个世界的美丽和神秘 也希望自己能够 继续在这个行业中 给更多的客人带来快乐 给更多的客人带来快乐